哈喽大家好 恰的GPT最近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革 那么这次变革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当然有一个好消息 对于我们一些免费用户 恰的GPT开放了一个先前的一个先例 恰的GPT开放了一个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是先前要仅限于plus付费会员才可以使用的一个功能 那就是语音对话 那么开放了之后 现在是我们的免费用户 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是GPT-3.5 那么现在同时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个功能 就是一个语音对话 无论你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都可以享受这一便利 首先呢我们很多朋友一直都在问一个问题 GPT该怎么下载 今天呢小月就简单给他讲一下 如果说你是苹果手机 那么你只需要在你的软件下载里面去搜索 搜索一个恰的GPT 然后这个时候就跳出来了 那么我们点这个3.5就可以 这里面有很多 就像第一个它并不是我们需要的啊 我们看这一个logo就能看出来 中间的这个因为我是有下载的 我这边的话直接打开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是苹果手机 而且你还是美国的一个ID 那么你也可以直接下载 但如果你没有美国的ID 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提前购买一个ID 我们才能够直接下载登录 包括我们的安卓手机也是一样的 那么下载好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可以点击打开 来到了我们这个GPT的这样一个页面 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分享 这个GPT的一个语音对话功能 非常非常的强大 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首先我们点击左上角的这两个横杠 进来了之后呢 找到最底下的一个设置按钮 就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页面 里面有你的邮箱 我们找了这样一个 我们找到这个墨外室 在这里点进来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 一二三四五个声音 五个选择 那么 他这个里面默认的声音是英文 不过也没有关系 这个语言我们是可以设置的 那我这里就选择它点击一下 再来到这个下面 我们点击中文 这样就OK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关掉这个页面 我们来到这个页面 就能看到右下角这里一个 耳脉的一个标志 在这个角落这里 我们点一下 你好GPT 在听我说话吗 他开始思考了吗 是的 我在倾听 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吗 你会哪些语言 我能理解和使用多种语言 包括中文 英文等 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翻译或解释的吗 他回来了之后 他会听 我们可以继续提问 我可以 我们可以继续提问 或讨论其他话题 你有其他想问的吗 我可以一直向你提问吗 有需要是随时回来 祝你一天愉快 你会回答多少问题 又开始思考了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或需要帮助 随时告诉我 祝你一切顺利 我想了解一下 现在的AI功能这么强大 那他会不会 代替很多工作 那么哪些工作容易被他淘汰呢 是的 现在的AI功能强大 他已经在一些领域 代替了一些重复性高 规律性强的工作 但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 需要人类处理更复杂的任务 和与AI协同工作 比如说他创造哪些新的机会呢 请回答 机会 如机器学习工程师 数据科学家 AI伦理师等职业 同时 AI的发展也推动了智能产品 和服务的创新 为企业提供了更多发展空间 那么现在AI这么厉害的话 他会代替人类吗 是的 现在的AI在图像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表现出色 不过要达到完全的人类水平智能 仍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发展 我们可以使用AI工具来挣钱吗 是的 可以利用AI工具参与一些经济活动 如投资策略的优化 自动化交易等 以获取收益 但需要注意市场风险 谨慎决策 现在这么多的 病毒 人类 会对人类造成很大的威胁吗 病毒等健康威胁 确实可能对人类造成影响 但科学社区和医疗界 在努力应对这些挑战 推动疫苗研发 制定卫生政策等 以减轻潜在的危害 集体努力 可以有效应对这些威胁 人类将会在多少年之后灭绝呢 目前无法准确预测人类未来是否会灭绝 因为未来受多种因素影响 全球社会正在努力解决各种挑战 如气候变化 疾病等 以确保人类的生存 预测灭绝的确切时间是困难的 但集体努力有助于维护人类的生存 好的 谢谢 这里的话我就问完了 我们把它关掉 现在这个GPT啊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 当我们平时工作忙碌的时候 来不及打字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这一个 向他提问就OK了 那么我们刚才提问的这些问题呢 全部都在这个上面有记录 这样的话又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一个工作效率 你看这个AI 它的语音真实啊 真的非常像一个真人在对话一样的 完全不像在与一个机器人对话 那种自然流畅的对话 展现了这个人工技能的话 这个技术真的发展得很快 所以我们要赶紧学习 千万不要被AI替代 希望我们可以用GPT来帮我们 做更多的事情 赚取更多的财富 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观看